杀我何罪 我们师长最恨欺骗他的人了 你杀我们副官不该偿命吗 那我还杀了汉奸呢 不算偿命吗 那汉奸还活得好好的 欺骗师长罪不可赦 预备用枪 停满 胡大姐 这下命令的人是我 叫你们师长来 房师长听您调遣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不愿烂在肚子里带到坟墓当中去 叫不叫师长您自己看着办吧 看着他 这下命令人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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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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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你他妈撒了恶的人不酸 还敢来偏恶 难道不敢撒吗 再说 这娘们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留这次还忍 那好 我还有一个秘密 算是临终罪名吧 这样 我不愿意让别人听见 师长啊 我 他心底里喜欢你 你那霸道劲啊 像极了 我那死鬼丈夫 就他想得住我 先说你的秘密吧 这就是我的秘密 你这个娘们 这么这么不知道连去啊 师长 你也是一方豪杰啊 这女人最大的秘密啊 就是情感的秘密 准备行刑 撒 不要你们师长性命的 就来戳老娘吧 师长啊 老娘的口水甜不甜 我告诉你说 您啊中了剧毒了 想要解药的话 就再给我三天的活命期吧 臭婆娘 竟敢控和指掌 师长 此事您信其无 不信其无 你 还是许姑娘中心呢 一出 跪下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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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为了使账号 您有什么不适啊 叫你们这最好的医生来 院长正在查房 师团长的计划是两路开花 齐头并进 黄启军三师 八师 九师 向九一八师发动进攻 黄军 向江南的中国正规军发动进攻 进攻九一八师的部队中 以第三师为主力 直插九一八师的老巢风口 这位夫人有何不适啊 我有个亲戚偶然风寒 想请院长一觉过去看看 患者现在何处 在红湖 不是本人见死不救 红湖现在是九一八师的地盘 日本宪兵队有严令 不得到那出诊 您还是请他过来吧 无边落母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流 我是从恩师来的 找万镇长有些事情 稍等无计通报 好 报告 你是卫文淑 是 情报处的卫耀阳 来本站有何功干啊 这是本站区的绝对机密 不足为外人当 老子是外人 莫非你是内人不扯 无边落母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流 老子身为站长 你还要盘到过程 见了本站长 为何一点礼数都没有 你以为你来自长官部 就高人一等吗 行了 时间不早了 得先走了 怎么 你的工干不谈了 我只是路过这儿 讨备酒喝 好说 来人啊 这位兄弟缺盘缠了 给他五块钱大洋 跟我来吧 卫兄 请稍等 他是本站长的副官 卫耀阳拜见万站长 请 无边落母萧萧下 臣 刚才那位是行动科长 刘德彪 没有办法 本站递出要冲 英王送来的俗世太多 难免分心 所以万木才出自下策 万站长的苦心 在下完全可以理解 卫兄有何工干 这次过来 向你借五个人 不知卫兄 要借什么样的人上 行动专家 枪法要准的 每个人都要配备 近战武器 没问题 何时几件 最好是现在 一个小时后 是否可以 早就听说万站长 治军有方 今日一箭果然是 名不虚传 这长江工作站 真是力兵莫马 成格呆旦 佩服佩服 国难党头 我被本当如此 为凶赏后 我这就去挑选人马 好 仰仗万凶了 从你们走 除掉五个人 请问问术指挥 去哪里啊 不该问了 就必要多问 这人也是怪 他怎么就知道 我不是站长呢 是不是在下一身草莽气 离站长的风度 相距太远 这倒不是 本站的街头爱意 是无边落幕 萧萧下 我回答了呀 不进长江滚滚流啊 身份不同的同志 有不同的回答方法 基层同志 打下半句 中层同志 只打一个字就是 高层同志的 这个也不是 我应该知道的事了 不要看我身为站长 却也只是个长江二号 连一号都算不上 你问那么多 又有何益处呢 姑父 这不是人家张助长 身上的吗 上校上校 这上面有人 消化老子来 姑父 最近身体课有故事 我从荆州啊 给你请了新衣过来 不用了 那听人说呀 封了胡瓜妇的毒啊 就此神仙也难救之 姑父 姑父 还是请医生看一看吧 好不好 不用 来了 走了 姑父 这位是荆州仁安医院的 蔡院长 子大医院的 不敢 不敢 这位长官是 什么长官不长官的 他只是个打鱼的 我姑父 是是 这位小姐 树在下雨顿 令姑父 心跳正常 血压稳定 确实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你再仔细听听 好嘞 行了 你再当劲 跟她说 我她也想要 你再说 我 她 现在 我走 从今天起 你们就听从卫文书指挥 直到任务完成 是 伟雄 人我就交给你了 多谢万战长 我说你愁眉苦脸的干嘛 看我暗眼啊 滚出去 我哪敢看夫人暗眼哪 那你苦着脸给谁看呀 怎么了 姐姐 又惹姐夫生气了 你这小妮子 就来帮他说话 好了 姐姐 我刚给你做了剑旗袍 不知道合不合身 走 跟我去试试去 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这么说 是我多余了 那好 我现在就捡了他 让秦武并当托吧 这卫民说不是呀 这妮子前辈子脱身在皇上家了 脾气这么大 果然合体 玲玲都说你人眼四尺 果然不差 也没量过 怎么就这么不差分毫 好了 好了 你这小妮子 越弄越起劲了 好了 我跟你说 是那个死鬼贪生怕死 不愿意打头阵 所以才苦着脸 姐夫不像是这样的人啊 你以为他是什么人啊 玲玲我告诉你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牢 女人一旦嫁错了人 这一辈子就算完了 瞧姐姐说的 姐姐是南京政府汪主席的外甥女 谁敢惹你啊 那有什么用 他们当年为搂搂这个废物 又让我嫁给他 这个人大老粗一个 原本还有点勇气 现在呢远勇都没了 姐夫那是舍不得你 所以才不愿去打仗 你还不领情 这小妮子就是最甜 姐姐 你说我怎么又要开战了呀 我估计是一开战 黄金的价格又得翻翻头 姐姐 你得趁早下手啊 倒也不是眼下 听到死鬼说 日本人的作战计划 是在一个月后动手 就算是打仗 不也是日本人主攻吗 姐夫在旁边悄悄编鼓不就得了 嗨 唱戏的都不急 拉弦都急什么呀 你一个小女孩不懂打仗的事 听到死鬼说 这次跟以前不一样 是让你姐夫主攻 而且攻的是九一八十 你想想 要是落在国君手里 总还有个战俘待遇 可房进展那土废 要是落在她手中 还不让人戳了豆腐 姐姐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你 这小泥子 这可不像你 有话尽管说 咱们能不能跟九一八十 走走门吗 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嘛 干吗要为日本人拼命呢 这么说 你和九一八十还有关系 九一八十的长官们也有家眷 他们经常光顾我的小店 玲玲 我倒觉得这是条退路 你能不能和他们搭上关系 当然可以了 就是怕姐夫不愿意 到时候 再给我扣个通敌的罪名 我可受不了 他敢 我说了算 还真怕那死鬼都敢 我看姐姐未必了解姐夫 干掉日本人内线这种大事 姐夫都下得了手 和九一八十交个朋友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还是你有见识 好 我现在找他说 可是 可是什么 我还有一个难处 说呀 姐姐你不知道 我在店里 只是负责设计和裁剪 其他的事 都是我的合伙人黄燕在负责 可是他现在人在牢里 生死不知呢 这事 我在催那死鬼想想办法 那就拜托姐姐了 别这么说 我们还不是麻烦你吗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若不是想讨好我舅舅 我才不吃他那一套 我知道 你不就是想给这小妮子做媒吗 是不是啊 介绍给你表弟 汪主席的亲侄子 我告诉你啊 你看看 就他这公主脾气 汪主席家的这个侄少爷 人未必就吃他这套 你懂个屁 男人都捡 越是公主脾气 就越是趋之若鹜 行 你说得对 我不就是捡 刚才小妮子出了个主意 我倒觉得有用 使不得使不得 这日本人的情报耳目 它是厉害无比 一个武贤明 但你鼻子比狗都还灵 另外还有一个 九头鸟情报小组 已经到了荆州 你跟林林说一声 这话以后 千万千万不能再提 不宜九一八师狗和 你就等着当炮灰吧 你看你 我当了炮灰 日本人还会给你一份抚恤金呢 如果和九一八师狗和的事情办了 你也得收签 你都成了炮灰了 我要日本人的抚恤金有什么用 给你买堆帽子吗 我告诉你死鬼 你得给我好好活着 你如果敢在我前面死 我就杀了你 事情白露了怎么办 大不了一起死 咱夫妻携手 共赴黄犬 我听你的 林林店里那个伙计 就是给五仙明 关在牢里的那个 和九一八师有关系 你设法把他救出来 不就牵着线了吗 他救他弹何容易啊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五仙明他都插不上手 和九一八师狗和那是天大的秘密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咱们怎么能用一个不明白底细的人呢 那你有什么办法 我以前 跟九一八师做过一点小生意 都是中国人嘛 还能老死不相往来 我自有趣道 看来我还不如林林了解你 死鬼 果然不是等闲之辈 我可告诉你 你不能让武林值得太多 他如果要问起来你就说 史维远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干 和九一八师 那是绝不可能的 陈绿 陈绿 我们多少时间没见了 一两年多了 还好吧 还好 我还以为你去了天国 你还好吗 好 怎么样 前夫 热干面还吃得奇怪吗 当然 没有面包奇怪 我真是搞不懂 你为什么要到中国来 不奇怪 我祖父当年就在中国传教 而且 就在这个角落 你在干什么 我做的事就不说了 免得上帝听得不高兴 哦 还在死事啊 哦 对了 我可以在这儿住几天吗 我早就说 你都曾经在外籍军团服役 还记得军团的口号吗 军团是我们的祖国 对 我们是同胞兄弟 我家就是你的家 不要客气 我给你安排住处 好 谢谢 对了 你这儿有电台吧 上帝在看着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订了一份泰晤士报 你们经常有一些 关于自由法国的消息 虽然报纸到手上 已经是一个月以后了 但是从报纸上可以看出 自由法国 对远东战局非常地关注 特别是 对华中一带的战事 非常地了解 所以我想除了你 不会有其他人 提供这些消息 你这家伙 天生就是干间谍的材料 我的前任神父 是一个美国人 他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效劳 所以 我不问来路 电台还可以使用吗 当然 可以借我用一下吗 没问题 没问题 陈长官 刚刚接到荆州方面的情报 金卫你救的作战计划 他们已经熟悉了一部分 又是那个魏晓阳的杰作吗 不是 魏晓阳没带电台 是武林同志 是林列 正是 据武林同志获得的情报 金卫的作战计划 是两头开花 由伟军进攻九一八师 日军进攻江南九战区 他们同时行动 日军没有这个力量 其中一路 必定是阳公 长官英明 不过 那一路是阳公 现在还不好判断 武林的安全怎么样 他没说 冯处长和李夫官 都陷入敌手 荆州出境险恶 盯着武林同志 一定要小心 是 报告陈长官 魏耀阳来电 说已经在荆州立足 同时询问长官部 有没有最新情报 他不是说没带电台吗 间谍嘛 都是一些神通广大的人 把近卫的作战计划告诉他 如果有办法 让他搞清楚计划全部 是 怎么样 能不能送到范围 我试试看 尽快找出这关电台的具体位置 今天不行呢 对方关机了 因为又是 他不想费用的 当然是 他不想费用的 我会想费用的 我会想费用的 他不想费用的 我会想费用的 他们在那里 两天 本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吧 这次这件事情 它不光是关系到本师长的身家性命 咱们全师官兵的身家性命 都在这件事情的成败上 知道吗 多谢师长欣人 咱们全师官兵的身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说它代表四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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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这儿后快也不讲 所以啊 我就替您做了 怎么样 市长 有奖赏没有啊 别挡鼻子就商量啊 老子为了出这口气 派人去荆州刺杀了那兴许的三次 虚处长 刺三次吧 报个市长 五次 你看看 虚处长这样的人物 五次都没有赏了兴许的好法 足以间的那个兴许的死的人物 对对对 绝对是个人物 就和我这个寡妇约会啊 还带了一个牌的人马呢 所以啊 本市长想知道 你用的是什么手段 能够杀他于无形呢 这杀了就是杀了 他呀 现在啊 已经不是人物了 已经是鬼物了 市长对你挂呢 你别吓了 我呀 胆小 行了 市长 我不说了 行了 行了 老子墨这闲工夫给你兜罪 那好吧 市长 那就请您过来听我说吧 你 你跟我说 我来告诉市长 那我不知道许姑娘您 还是不是黄花姑娘呀 与你何干 那好吧 那我跟你说 那个姓徐的啊 是我生平见过的最谨慎的 我给他倒的水他不喝 我给他点的烟他给吹灭了 可是他爸爸没有想到啊 我把毒啊 抹在了他上杆子想舔的那个地儿 这不就见阎望了 哪儿啊 哎呀 那许处长那么聪明 还想不出来吗 男人上杆子想舔的那个地儿 还有什么地方啊 不要不能玄虚 这儿呗 哎 行了 快去报告你们市长吧 市长 你还是自己问吧 市长 咱们许处长也是个撒人不在厌的人物啊 怎么让你一句话弄成这样的 你这娘们还真够邪门的 看来啊 我是错怪市长了 那许处长还是黄花闺女呢 我告诉您说 我给那姓徐的下的是慢性无药 哦 有你的 市长 有什么奖赏吗 哼 有啊 说吧 要什么 我要什么您都给吗 那您不怕 我慢点要价吗 哼哼 你连老子的命都干要 还有什么不干要的 对对对对 那我还是先把市长您身上的毒给借了 你干嘛 你干嘛 好了 解了 你胡说 你懂个屁 老娘的毒啊 就得那么解 市长啊 真是得罪了 其实呢 我根本就没给你下毒 您是大英雄 我这辅导人家 给你牵马 追到你的桥不上 我怎么还敢给你杀了 大毒呢 哼 哈哈哈哈 胡瓜佛 你死个爽快人 老子现在就放你走 那可不行 我帮你除了那个姓徐的 您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 就把我赶走啊 您是大英雄 不能欺负我这富到人家吧 哼 好吧 您有什么条件 市长 寡妇面前是非多 哼 老子就是该招惹是非 说吧 我的条件非常简单 你我合作 扳倒市微远 为什么 汉奸不该打吗 那日本人更该打 市长 市长 您怕史微远吧 什么 老子怕他 你就是怕他 他必须是本人还厉害吗 这日本人在这胡叉子里头两眼一抹黑 可是史微远却是纵横洪湖的大行家 所以您啊 宁可捋日本人的虎须 也不肯碰地头蛇的性 你那边 好了算了 想扭得刮布田我也不强求了 不过市长啊 您能不能给我发一个特别通行证呢 好让我能够随时进入房区 来奸阳您的威仪 别让许处长啊 戳了我的洞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 许处长 给他签一张特别的通行证 从此 你在额死房区可以畅行无阻 哎呦 那就谢谢市长了 你带他吃饭吧 市长 我先走了 这娘们儿倒挺厉害 这娘们儿倒挺厉害 许处长 市长 粮食告到了多少 还没搞到 怎么 你们情报处这样吃钱翻 这些日子 我的心思都在市长的病情上 没有粮食 早晚躲得饿死 还不如让那个华府堵死算了 我现在就去想办法 哼 参谱长 杀人的事还在继续吗 是 听说今天出了岔子 犯人反抗 有三名皇军士兵已选 已经枪毙了三屁犯人 中国方面怎么还没动静呢 那我们就一直避下去 不行 警卫市团长已经下了命令 要求停止这种无意义的屠杀 那不行啊 没有人能够畏抗市团长的命令 就算是总田军长 也会给他很大的面子 我想拜见市团长 军部特务集馆长 荒漠大作前来拜见 荒漠大作 你有什么要求 向市团长面臣 市团长国家 我请求给我全力 按计划行使 您的计划是以牺牲九十三师团的士兵为代价吗 或许更有隔壁牺牲 但是如果查出那两个间谍 或许能够成交更多士兵的生命 你说的或许 可是今天有三名皇军遇碎了 我很疼心 可是那两个间谍确实很重要 两个狗倒数切了东西 有那么重要吗 请相信我 你们在这里杀半人走了 可是我的士兵要面对无数 被愤怒燃烧的失去里面的暴民 可是你的计划不能批准 市团长 你看这样好不好 请荒漠大作把每天枪毙五十人改为十人 这样场面不会失控 这两个间谍确实十分重要 总天军长也十分关心这件事 三天之内没有结果 你的计划 就是停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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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恐怕我就无能为力了 这日本人要杀人 谁能拦得住 再说你姐夫说了 他打算一心一意替日本人卖命 所以不用和九一八十扯上关系 日本人让打 打就是了 可是姐姐别忘了 你还有一笔钞票在我那儿 委托我换成黄金 我就是找他代办的 可是他找的是谁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他死了 只怕人死账面 那笔钞票很有可能成为一笔烂账 这可不成 那可是你姐夫用性命换来的 那又能怎么样呢 日本人要杀人 谁阻拦得了啊 我这就找他情婦 怎么 姐夫您肯损失三十两黄金 也不愿救我的同伴 琳琳哪 千金散尽还付来嘛 这人要是把性命丢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可是姐夫 明天那个人就要被枪毙了 万一他临时抓个垫背的 姐夫不是一样丢了性命 四合怎讲啊 姐夫曾经亲手干掉过一个人对吧 你姐夫是个军人 杀个把人算神吗 可那个人 是日本人安插在恩师方面的奸细 杀个人 我看不起你 我看不起你 你怎么还好 ys ez